2月21日晚上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 在台湾台南的第二场演出 吸引工商界名流前来观赏 他们深圣被这灿烂辉煌的艺术饗宴所感动 并希望把它推荐给更多亲朋好友 真的是太棒了神韵 他们的那个舞蹈的基础 学员的基础 再来就是说 整个的那个服装 道具 让人家就觉得耳目一些 而且很绚烂夺目的感觉 真的很感动 到现在都还有一点眼眶有点烦 精湛的中国古典舞蹈 辉煌细腻的中西合璧演奏 巧妙的动态天幕 诠释中国传统历史故事与当代世界 神韵再现中华五千年文明 观赏者赞赏不已 它不管是在 各个舞蹈上 服装上 还有内容上 都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来接受 到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内涵 希望人寿区经理黄玉珍形容 神韵的每个节目 细节都是巧夺天工 完美无瑕 看过的观众 都希望把神韵 分享给更多的人 一幕跟人员的那种 那种析趣度 它这样跳上去 然后往那个升天的那种感觉 那种析趣就配合得好 我不知道现在的科技这么的进步 真的是太棒了 好用心 以后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再看 然后真的可以带小朋友 一起来观赏 然后看一下那个舞蹈 整个细腻度 也让小朋友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故事 对 然后他配合他背景的那个动画 分秒不差 我会把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 然后会把里面的精彩的内容 然后一一的来告诉 我可能会接触到的每一个朋友 亲友 还有甚至在事业上的伙伴们 然后请他们一起来欣赏 新唐亚太电视陈如林美华 台湾台南报道